明天还去采菌子吗 采 几点去呢 七八点钟 大家好,我是正在探索中国乡村的阿树 相比景区,我更喜欢探索景区周边不为人知的小村子 所以当我来到沙溪古镇 我看着卫星地图 发现在沙溪古镇附近 有一个村子背靠大山,面朝田野 位置相当独特 所以我决定徒步去这个村子探索一下 阿姨卖完菌子了,要回家休息了 嗯,回家休息啊 回家休息,拿着做,往上做采 明天还去采菌子吗 采 几点去呢 七八点钟 明天不下雨嘛,走一点 嗯 鸟子啊 嗯 鸟子啊 他们 上百万十口 在镇上 在镇上 嗯 给拿着 啊 就放松一下 嗯 我爱 爱西方在你上 这 上山采菌子一天能挣几十 多的时候能一天挣两三百 阿姨说 趁自己还能干活挣点钱 尽量不给子女增加负担 不是 我给孩子吃点 我送他 我送他 背着我来账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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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搭费 嗯 你可可他 我泡给你一杯 好啊 长乐村距离沙溪谷镇有几公里 很多长乐村的村民会每天上山 采一些菌子或其他一些农产品 比如玉米 向日葵等 拿到沙溪镇的集市上卖 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这位阿姨 现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松永是这个王者 他的价格是最高的 但是呢 他要去到采摘的地方呢 也是最远的 一般的这个阿姨呢 可能去不到那么远的地方 所以他们只能采这个几十块钱一斤的 这些其他的比如说牛杆菌呀 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松永根基等级的不同 他的价格100到300部分 所以感觉这个松永像金子一样哈 我们做最多好吃 这个好一勤这个 这个100块一勤 松永即便卖的不便宜 但是你能看到友人大量采购 他们通常是沙溪酒楼餐馆的采购 沙溪距离大理100多公里 所以近年来大理涌入人山人海的游客 这份喧嚣使一些游客选择了更幽静的沙溪 某种意义上沙溪就是大理的后花园 松永能卖到这个价格 也是因为游客消费得起 这个叫黄油肝 也可以叫黄奈桃 一般叫黄奈桃材购 这个呢 这个是涛的 像松永 他那些如果没开闪的话 他能卖到两三百块钱 如果他开了闪的话 可能一百块钱八十块钱就可以了 因为他开了闪以后 意味着他已经涨到他最成熟的阶段了 他不好邮寄给别人 然后呢 所以他就没卖得那么贵 您可以介绍分别是什么剧吗 这个是鸡州醉 这个是小收容 这个是牛肝醉 这个是小鸡中好吃的 中式制品的野生醉 第一道做的办法 办法是第一道把油放在锅里面 等油热了 放进去八根 炒火 回香子一点 还有虾叶 然后把这些杂厨味道来 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放进去炸 炸成醉骨酱 都是野生美味的醉骨酱 一小点啊 放 鸡有几个 这几个 我需要买吗 这边有鸡 这个 这个 养了鸡 这边有鸡 肥猪 这边有鸡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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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菜也不用买 然后鸡肥也不用买 嗯 花瓜也有 花瓜也有 这些是药材 这个是药材 这些叫鸡肥猪 鸡肥猪 花瓜 哇 花瓜 好大一根 这些也有 这几天了 很多 给手脚 我们吃饭完了 就给手脚 这边还有一个天井 嗯 你看啊 嗯 你在这边行吗 嗯 这边也 真好 到台湾 嗯 有天井 有天井 有天井哦 真好 嗯 很苦心啊 嗯 嗯 我们一年 有鸡肥猪 有鸡肥猪 三个嘛 鸡肥猪 用鸡肥猪 六切 一些的 鸡肥猪 可以 鸡肥猪 嗯 鸡肥猪 好看 嗯 像一朵花样 嗯 就不种水稻了 种玉米了 嗯 为什么不种水稻了呢 水稻皮嘛 粥子嘛 贵一点嘛 嗯 收拾高一点 是的 阿姨说啊 种出来的玉米 一部分喂猪 一部分拿去卖 收成比稻谷好 阿姨家四周是玉米地 从高山引下来的水 可以直接喝 在县城打工的亲门好友 不少人来他家里装水 拿回去喝 于是我忍不住 对着水龙头喝了一口 比农夫山泉还甘甜 阿姨说 孩子在县城有房子 还是喜欢在乡下 这里空气很好 还安静 阿姨知道我去过的地方多哦 笑说自己没出过远门 没见过大城市 我说啊 城市里的人 还想过你这样的生活呢 每天挤地铁上班 黄房贷 仅仅为了住进那一个小小的房子里 都要穷尽大半辈子的利器 阿姨只是似懂非懂的笑了 谢别阿姨的招待后 我继续在村子里瞎逛 现在这个长乐村呢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商业开发的 一个游客都没有的一个高海拔地方 爬坡是有点吵 有一个存在哈 它这里也没有景点 倒是我听说这里有一片玫瑰园 就是种植玫瑰 然后当做商品来卖的 去看一下 你要是过去小小了 明天销铁了 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不要门票 你进来你消费一点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你这个会不会挣不回这个经营的费用呢 因为我看你这个专业特别大 你慢慢来吧 要不上去 刚才跟老板聊了一下 他这里的话呢 还没有开始正式运营 今年的10月份才开始运营 然后他的这个盈利模式呢 不是通过卖票来盈利的 他主要就是通过里面吃一吃这个咖啡呀 喝喝茶呀 然后呢 吃这个素食的餐厅呀 包括这个买一些这个农妇产品呀 他通过这么一个一个盈利模式 商业模式 沙溪镇常乐村是少数民族村寨 白族汉族遗族的四居农业村 主要产业是农业畜牧业 近年来沙溪古镇渐渐为人所知 该村也在月亮旅游服务业 村民发展奶牛幼牛 山羊绵羊等畜牧业 根据公开资料 曾经有村民有八亩多的田 但还是赚不到钱 后来改成养生畜 收入比以前增多了不少 我是正在探索中国偏远小地方的阿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